那个联动啊 不过呢 在那个联动之前呢 我们先上点前夕吧 对不然一下子就发射了啊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呼吸收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就是我们的一天一百七十一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呢 利用睡觉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玩具啊 我知道刚刚可能比较期待 我先做LS43啊 或者是这个 T1的黄蜂虎 甚至是LS18啊 也就是KO的MPMGS 不过这些呢 容我呢 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呢 再跟大家做分享吧 那现在的话 给大家做一款小玩具啊 这个赛博坦制里头的一款 赛尾音波 这个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 中皇隐悦兄呢 借给我的一个玩具之一啊 那么这个系列的话呢 他个人都有收啊 那非常有爱 那他的话呢 在上方的给玩具呢 都做了一些勾线的 还有一些补色啊 所以这款玩具的看头来讲 会比你在反抖城买到呢 可能会再好一些 那本身这款玩具的话呢 我觉得还挺好玩 还有一个很很有趣的一个卖点 就是他一个联动啊 不过呢 在那个联动之前呢 我们先上点前夕吧 对不对 不能一下子就发射了啊 这个呢 头雕呢 非常的好看啊 而且跟这个 自己跟自己对比啊 大家知道 音波的话 是Desepticon的一个标志 但这一款的一个音波的头 已经跟G1有个有个差别了 所以感觉没有那么像自己胸口的那个logo 那么胸口 这是黑色的一个钢琴 黑的一个材料啊 非常好看啊 肩部上面有一个像是这个什么 音波还是叫心电图一样的一个图案 挺有趣啊 手臂小臂上有一些细节刻画 然后空洞偷胶的话呢 这个就完全是一道之中啊 这个D0的一个玩具的话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style 反正后面是整个是空心啊 不过正面来看还行啊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除了空洞之外 连这个细节也都相对有一些减少 那背包的部分呢 感觉是比较大 那玩具这个地方是球形关节啊 但是显然是松动的一个情况是比较严重啊 脚底板虽然很大 但是这个本身这一款的话 因为背包有点重啊 这个宽布的话呢 不是很扎实啊 就很容易往后倒了啊 比较容易往后倒 站立心要稍微去handle一下 然后呢 可动的话呢 手臂平举360度的旋转 它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一直爆开啊 这里360度的旋转 没有没有二头肌啊 然后这个手肘最大玩到为90度 脚的话呢 也是没有外摆内收啊 只有这个地方的球关 勉强提供一点变 变一个可动 变形的需要的话呢 是最多可以玩到这么多啊 可以做一个假面骑士的飞踢 那么拳头啊什么都不能转啊 腰身的话也是无法动的 头也无法动啊 那么它的一个联动机关呢 就是它的背后这个部件 你发现我一直是歪的啊 对不起不是我歪 是它歪啊 我是正的好吗 它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把它推到一个正位置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关 这个激光鸟的话呢 就会像异形破度而出一样的 从它的胸口呢 给跑出来啊 我们再给各位示范一次啊 这个放进去啊 然后就是把这块部件转正 这个部分呢 就会推出这个激光鸟 我们再看一次啊 各个角度给各位做个展示啊 这是这款玩具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了啊 最大的一个卖点这边 OK 激光鸟就跑出来了啊 那么就趁着它漏鸟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细节给各位看一下 本身这个激光鸟是一个透明部件啊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弹簧 在这里对吧 有个弹簧的一个造型 在这边啊 请请注意看弹簧啊 不要看其他的地方 那这个是一个它的联动的机构 大概是这样推进去 卡住之后啊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弹簧 所以它会有一个 因为里面的东西冲出来 就把这个部件呢 给冲开 OK 激光鸟 飞飞飞飞飞飞出来啊 这个不小心把它掐住啊 掐住之后呢 就会发射不是很顺畅啊 很多的年轻的时候 可能这样做过啊 这些对身体很不健康 还是别这样啊 这个呢 把这个鸟的话呢 给收进去啊 为什么现在推不进去呢 因为这个部件 刚是推到正中央的位置 它就怎么收 它都会卡不进去啊 必须稍微偏斜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收进去 行吧 那这个以最大的卖点 已经讲完了 最后就是讲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变形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的话是从这个吧 这个地方把它给拉开 这个地方拉到前方来 然后这个大腿包小腿的一个变形方式啊 大家非常熟悉了啊 那就是结合起来之后的话 这个这个凸啊 要扣进这个缝 这个洞里头去 将它给扣进去 然后手臂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翻折下来之后呢 这是有一个凸的 这个凸要扣到这个洞里头去 到这边 转到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啊 反着这个面板从这里翻下来 然后这个凸啊 这个凸在这边 就会跟这个洞呢 非常的接近 将它给扣下去 那最后这个头的收法 就很有意思啊 把这个部件呢 旋转 这样子过来 把它头呢 给包住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你收也可以 不收也行啊 假设我们收起来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打开呢 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收音的 一个一个 或者是一个扩音喇叭 就是收音的这个雷达的感觉 因为我就觉得呢 因为赛波坦制这个动画片 我是我是没看啊 也没有时间看了啊 这个滚动性还可以 对不对 就像是一个间谍车 它可以收音啊 去去去窃听的那种感觉 狗仔队吧 就是姑且那么说吧 就狗仔队的一个造型 那本身车子的型呢 还算好看啊 这个 已经没有把它压到底的感觉 稍微有点缝啊 OK 这样子 那因为它已经有上了一些勾线 所以细节呈现会再稍微好一些 那没有打锚钉 然后滚动性 就提过了 还算可以 这个部件要扣 还是要翻出来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背后的造型呢 不太像车啊 但是有一个狂派的logo在后面 看着也是挺炫吧 这两个黄色的这个涂装就姑且他们是方向灯咯 那也是有一点外星风格了 然后这一带 你看 这个应该是一个像是一个荧幕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区域 挡风玻璃 这个地方是消光黑 跟前方这个有点亮黑是不太一样啊 那前方这个是原本是它的一个以往都是它的一个肩炮的这个位置呢 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 你看吧 这里还是有一个类似于是这个库音啦 不对 雷达的一个装置啊 OK吧 那就 也是挺有趣的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小玩具吧 这是deluxe等级 那比低级的玩具稍微小一些些 行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款这个赛博坦制的一个音波啊 整体来说还是有它一个美形度在啊 虽然有一些空洞偷渣啊 什么来着的 但是并已经刚刚的魅力就这样子啊 你知道它是赛博坦制的时候呢 嗯 你就会脑布很多关于它的一些 有的没有的或灵活性的画面了 那今天就跟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